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15億就這麼幹出去了 習近平在掌聲中失控 阿波羅網報導 綜合報導 大宗師黃公望杭州紀念館離奇起火 無價文物拿去了 中國熱搜 擠被發涼 瀋陽鐵錫進入冷兵器時代 以意念干擾司法 江蘇法輪功學員遭荒唐庭審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之機 今天是7月9日星期二 在本視頻結尾會介紹副頻道每日更新的內容 我們力求給您提供最有價值的新聞和與眾不同的視角 讓您做出最明智的選擇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傳播我們這個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15億就這麼幹出去了 習近平在掌聲中失控 阿波羅網報導 阿波羅網方巡 唐寧報導 4日晚 媳婦塔吉克斯坦進行國事訪問 並罕見於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蒙舉行記者會 習近平在機場發表書面講話 稱中塔兩國是肝膽相召的好兄弟 隨後出席中共無償援助塔吉克斯坦議會大樓落成典禮 對此 中共央視做了詳盡的報導 大樓包括主樓一棟 建築層數為地上五層 建築高度74.94米 工程建築面積4.3萬平方米 2020年8月25日開工建設 是中塔兩國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成果 但是央視沒有敢公開中共的原件數額 資料顯示 中共2020年以無償撥款15億元人民幣的形式予以資助的 塔吉克斯坦時任建築與建設委員會主席賈姆謝德·艾哈麥德佐達當時說 中國從未向任何國家提供過如此巨額的無償援助 只有塔吉克斯坦 有網友評論說 有這錢 救救水深火熱之中的老百姓不行嗎? 也有網友說 自己家裡的股市每天崩盤 已經快亡國了 還在外面裝 陸媒《黃俄網》報導 塔吉克斯坦是中亞五國裡發展最慢 最落後的國家 宗師 黃公望杭州紀念館離奇起火 無價文物哪去了? 8日晚 杭州黃公望紀念館發生火災 現場火光沖天 濃煙彌漫 民眾嘆息 文物都燒煤了 據杭州市復陽區消防救援大隊通報 8日晚20點24分 接到黃公望紀念館的火警 截至21點36分 火勢被撲滅 現場無人員傷亡 初步勘驗 起火原因是電氣線路短路引起的 具體原因正在核查 黃公望是元代著名畫家 善畫山水 傳世畫作有福春山居圖等 著有畫論寫山水絕 黃公望紀念館位於國家4A級風景區黃公望隱居地內 單體木結構建築於2012年建成投用 佔地面積957平方米 展廳面積730平方米 分為三個展廳 第一展廳是影音及黃公望的生平小傳 第二展廳介紹黃公望 富春山居圖及相關資料 第三展廳展示對黃公望及富春山居圖的研究成果 還有黃公望其他畫作的賞悉 黃公望紀念館起火燒毀後 許多大陸網友感到惋惜 很心痛 去年底剛去過 不是有很多真品嗎?文物都燒沒了 可惜了 官方稱 黃公望紀念館不是文物保護單位 無館藏文物 目前該景區已停業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分析 官方宣稱無館藏文物不知真假 如果有 就有可能是堅守自盜 把文物偷走後縱火 也就沒法查了 中國熱搜 幾倍發涼 瀋陽鐵溪進入冷兵器時代 這兩天瀋陽鐵溪區頻繁上熱搜 因為近期是有發生刀人事件 導致這個地方被人所熟知 有網友甚至還做了一個備忘筆記 說是鐵溪7月份就發生了七起事故 分別是7月4號的鐵溪星宮南街的陽光花園 7月5號的鐵溪勞動公園串店 7月6號的鐵溪沈寮路萬達 以及7月6號鐵溪建設大陸的寶宮街路口 有些已經出了通告 還有網友說 更壞的消息是 這個月才7號 就在4月24號 瀋陽也發生一起9人喪命 12傷的惡性事件 凶手王某在洗魚店消費後 和商家因費用支付問題發生矛盾糾紛 隨後 王某持刀扎傷洗魚店服務員後逃離 一路沿街行凶 在行凶過程中 也沒有放過老人和婦女 而瀋陽鐵溪的公安 可能也是受這一系列事件的影響 於7月6號深夜 就發布了啟動夏業治安巡查的通告 總共約有一千多名的警力 中國大數據專家老蠻頻道在X4上發文說 最近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熱搜 就是瀋陽鐵溪進入冷兵器時代 在抖音微博各種流傳 對於這種底層互害的情況 我9年前就做了預測 也就是兩角陽時代的到來 這沒啥可說的 有意思的瀋陽當地老百姓的反應 他們沒有絲毫的畏懼 就這兩個月 這種惡性傷人案件累計差不多失蹤了 當地的老百姓反而興奮地要命 抖音上各種拍段子講笑話 吸引冷兵器時代的到來 有網友指出 中國從來不是治安一直很好的國家 其治安拐點再加入WTO 解決了高失業率問題 而地方財政傾注到天網系統 也起到過一定鎮壓作用 提高犯罪成本和懲戒效率 不要以為只享受政策好處 就不必承擔政策成本 中國網民普遍感知到經濟危機 並且認為治安惡化跟經濟問題直接相關 值得肯定的是 中國網民意識到政策成本 屬於體制成本或體制風險的一類 正在造成反噬效果 這是一味推行政策 不顧及政策成本的後果 其中外交政策失敗是付出經濟代價的直接原因 也間接促成中國社會治安動亂 以意念干擾司法 江蘇法輪功學員遭荒唐庭審 明慧網報導 2021年5月10日清晨6點 江蘇省蘇州市國安局出動200多名便衣警察 使用民用車牌照 無任何正常法律文書 闖民宅 綁架了16位法輪功學員 分別對他們實施非法拘禁 強制監視居住6個月 行政拘留 取保候審 刑事拘留等迫害 2024年1月31日至2月8日 張家崗市法院對以上13人第一次非法庭審 張家崗市檢察院稱 這些法輪功學員先後三次到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法院附近 意圖通過意念干擾司法秩序 以此鼓舞被抓的法輪功成員的信念 是破壞法律實施 現居美國的原中國人權律師吳少平就此案告訴大紀元 檢方所列的所謂意念干擾司法秩序的罪名是欲加之罪 他說 這是非常荒唐的 實際上這是很典型的思想有罪 思想入罪只有在極權國家會發生 就是這些邪惡的政權 才會發生這樣的思想入罪的事情 6月26日 美國國務院發布2023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 報告引用海外明慧網的報導表示 2023年 188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去世 當天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是保護人的生命根本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大使侯賽因在發言中說 今年是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第25個年頭 原北京法律教授賴建平說 這份報告顯示 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不僅特別嚴重 而且更加瘋狂 最新副頻道內容是 失業率激增40% 中國經濟火車頭黯然失色 和習對著幹 這群體紛紛回山裡養老 法國選舉突左轉 恐線懸浮議會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來觀看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阿波羅網副頻道 您在我們的頻道首頁向下拉 有副頻道的圖標 點擊就可以進入副頻道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 也有副頻道訂閱和贊助鏈接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我們要再同時 節目跟著 接著 大返 、接著 連接 台會 就是打電圖、接著 連接,台會 und完成 Autobahn 當時 我們快速報道 會 四周、大迷、他們… 我們也會合作的、一周第 橫人力相伶的標準 都有尺、開闊、展望、電圖、展望、電圖